欢迎回来发达广场的时间 如果家庭观众有任何股票问题 都可以随时打电话来帮我们 电话就是2804-6566 又或者是传电也帮我们 在我身边的嘉宾就是要财政券的高级分析员直耀辉 Stanley 你好 你好 Stanley 先看看事 看到恒指升945点 最新升937点 升5.21% 到18927点 其指方面升847点 高水1点 国企指数升636点 升6.7% 去到10145点 看到今天恒指方面高开 最主要是多国联手舊市 其实大家都看到 一开始的时间 已经升穿了1,0009点的水平 后市来说 可以继续憧憬 还是其实 都要看回舊市的策略 又或者持久力够不够 基本上你这一次 有这么多间央行 同一时间有这么大动作 对投资市场来计 一定是比较有充气状 因为你见到 本身好像昨晚 欧美各地的股市 都穿得相当之强劲 现在亚太股市方面 在港股未开始之前 日本、韩国都升得比较厉害 基本上都可以预计得到 今天港股一定是高开 都无容置疑 但事不过当前的情况 好像这些独立一行行动 其实我觉得是一个自必的作用 最大的问题就是 你见到当地经过昨天 一个标普的第二期内 一个降频急行动之后 又对银行的流动性 是更加之紧张 所以你说独立一行行 这次这么果断你 做出一些行动 其实变相都希望 增加市场的流通性 而内地方面 其实大家都见到 昨天见内地股市 都跌得比较急 甚至乎 最短的时间跌下去 是2317点 迫近上次低位 2307点 这个位置到附近 都反映了 大家都预计得到 你说内地方面 对今天的PMI 数据 都不是那么理想 而的确确 公务出来的数据 亦是做得比较差 所以昨天你说 人行的行动 其实都是 可不可以在内地 都比较关注 比较担心 就是说 就是内地的经济 情况 以及在10月份的时间 其实有个比较特别的现象 就看到有很多 一些热钱 就是流走 就是中国流走 这也出现了比较罕见的情况 就是说 就是这个情况 出现了负增长的情况 其实也是大家关注 所以这次人行的行动 就是减了存款 对金融的行动 其实似乎是比较快 但也有迫切性 所以你说这些一系列的 救市的措施 其实是对市场来说 短暂是有个比较大的帮助 但问题是 对当前 假设我们不断提供到的 比如欧债危机 甚至乎 内地经济方面 除了这次减存款的金融 是不是有比较大的帮助 我自己个人还有一些保留 但对于近短暂的股市 这个这么大的消息 就一定是在股市里面 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充喜 你看到港股今天也曾经 是叫做 升川国万九点多的水平 而初步看的话 其实一个比较大的 一个下方的支持位 暂时看 是18,500点 就是之前 50天线多的位置 这个水平 如果你是首次18,500点的位置 短期就真的不排除 可能会再次买高位 初步看的话 可能会先留意 看10月头的时间 这个位置 大概是19,500点多的水平 好啊 不如听听家庭观众的电话先 你好 这位观众 你好 早晨 早晨 我15元买了银河娱乐 今天指数升得这么厉害 我需要先放进去 还是等一会 你觉得 好啊 现价15.6 今天呢 银鱼方面升了超过8% 最高见过16.2 15元买了的投资者 其实如果这个升浪 可能未能够持续的话 其实投资者 指站位定在哪里好呢 基本上你的银鱼 今天高开完之后 都开始都跟 都觉得有个 比较大的回落情况出现了 基本上这些央行动 似乎对于银鱼这些股份 就直接帮助了 好像不太大 最主要是银鱼方面 澳门方面的博彩业务方面 基本上都看回当地的行业的发展 事实上之前的时间 会见到 这个行业本身 大家会关注在内地方面 如果银鱼是紧张的时间 会否减少一些市民外游的意欲 这方面来的 其实不是短期的 是比较中线的看法 但是看回当地 大家之前都有些数 因为本身在短期内 当地都会公布11月份 赌博的收入方面的情况 而初步看的话 基本上大家都会预计到 11月份的数字其实是不差的 当然了 从10月份来计 因为黄金帅的效应 当然是会比较 按月来计 是会有个比较明显的下调 但如果对上年同期的话 基本上都会有个不错的表现 因为相比之下 应该都大概有两至三成左右的情况 所以如果你说这些消息 公布出来的话 再加上市况 仍然是保持着 现在这个比较 即是有气氛换好 也有利益何愈乐的表现 所以初步看的话 建议加定观众 如果你本身持货 先看回15元到这个位 即是这个位置 即是这个位置 如果跌不穿15元的话 基本上我觉得都可以持有先 而上网的水平 暂时可以先看回 之前这两个位置 大概介乎 一二元价接近大概17.5元 至18元到这个水平 即是你见到升到这个水平的话 我都建议可能都可以考虑一下 即是先行沽出 即是先行获利的离场 好 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这位家庭观众 想问二二八二美高煤 只赚位多少 你是几千入的 10.04元 好 10.04元 现价11.02元 先升了接近半成 最高见过11.02元 刚才我说了整个赌业股的基本因素 美高煤的股价走势 短期之内会怎样走 相比之下 如果是两者的话 我觉得似乎银鱼 美高煤就好 刚刚有个因素 还没提及到 就是说银鱼本身 但当地的市人市务方面 或者在市场之前 申请了澳门银河之后 其实那个表现是相当不错的 也见到它的业绩上 有一个比较强烈的增长 但相比之下 其实你见到美高煤 本身在当地的市占度方面 其实市占度不是那么高 所以两者相比之下 其实就是银鱼 我觉得反而可以持有先 反而你看到美高煤方面 总体上似乎一直都 讲到上次之后到现在为止 总体似乎一直都不是那么理想 加上你说见到它今天 都是从银鱼的情况一样 高开完之下 根本上都开始有一个 回来情况出现 所以你说现价来的 其实我都建议银银公众 你可以见到图表上的话 暂如看下 今天都叫升穿50天线 到这些阻力位的位置 但如果万一跌下去 接近10.75天的位置 如果跌穿了的话 我建议可能都要先来考虑一下 估速会比较安全 谢谢 陈小姐还有其他问题 没有 谢谢 谢谢你的电话 另外见到内地股市方面的发展 暂时三大股市都升超过2% 上证终合指数升50点 到2383点 户深300指数升65点 到2587点 深圳城市方面 暂时升255点 到9949点 今天见到上证终合指数 最高见过2397点 差3点的位置 就可以升穿2400点 这个心理关口 其实昨天见到急跌 今天又升上来 因为内地出手旧市 来着内地股市的表现 会不会都是继续向好呢 基本上你说 现在内地方面 都是名副其实 一个是政策市 你看到昨天很明显 是因为大家害怕 会出国际版 会担心今天出PMI数据 就比较不太理想 而令到内地股市方面 有比较大的下跌 但是昨天自然一公布完 减存本指数的行动之后 今天就已经是气氛都不同了 反映回来 其实内地方面 都很看着 一些政策 就是股市走势上 都很跟随一些政策 明昏其实政策性律事 但是看回来 当然 刚刚公布的PMI数据 似乎真的不太理想 甚至大家都会担心 如果俄维经济一旦转差的话 都一定会拖累 内地经济的表现 所以内地股市方面 2400点 这个关口很明显 之前来计 几次都好像冲不破关口位 所以短期里面 2400点仍然是一个比较大的阻力位置 但是相比之下 如果内地方面 有更多的政策 再推出来的话 变相也有利益 投资的气氛 我相信2400点这个位置 短期里面 都应该仍然有机会 可能会冲破这个位置 看到最新公布PMI数字是49 而且看到内地减存款准率 其实对经济放缓的帮助又大不大 不如下一节回来 继续和Stanley谈谈这个问题 这节节目时间差不多 如果家庭观众有任何股票问题 都可以随时打电话来给我们 电话就是 204-6566 又或者是伸电邮给我们 见到 恒指升901点 到18,890点 其子单升823点 高水19点 国企指数升613点 稍后再和大家见面 1,850点 2,850点 0,2,517点 4,850点